说实话,这样的话很容易能得出一个数据或者一个问题 就是折线场上的发挥需要看安全感 需要 明明上个赛季给到它足够的安全感 再来到这个赛季,其实萧瑟的数据整体方面肯定是明明那么高的 所以说折线的发挥也相对下滑 但这不应该出现 来,看双方的王图选择,很刚啊 赤城红叶和老杰工地都是表男的地图 工地这张图也得练 这今天竞速也是一个速通局啊 是 海峡半图JCR办到的是货币特质旅 诶,侏罗记 侏罗记,依斯大这个赛季基本没打 Respect啊,这进一下我们风华啊 是的 极星宽誉,一号公路,依斯大的两手半图 这个极星宽誉,至今明明啊 那也行,那第二手班图是双方的友好班图 对 既然你都搬了侏罗记对吧 那就明明来吧 下一场比赛别跑了 上个赛季TCR的团队王图,极星宽誉选的真的多 确实 那这个赛季,明明去到WZ之后 他们的王图或的首途选极星宽誉的次数也很高 对,但是面对到TCR那场比赛反而是吃亏了 嗯 那么TCR对战到伊斯大,2比2个人竞争赛,首途车间 四辆白狼,没问题 你看这萧瑟来到这一家之后 水牛会怎么跟他相处呢 就再来一个莫高枯,给他上个麦凯伦 萧瑟会怎么反应呢 这个赛季 斗牛跟道具组有一波交流 有 首途雪山之巅 给道具组兄弟们都整不会了 而从这样读的极限成绩来看的话 还是伊斯大的选手更加大领先 先来看一下仇途的起步 嗯,点甩 很快 对,他的起步冲出其实还是不错的 找到,给他找到一个位置去甩了 是,折仙现在也开始学会给萧瑟让 而萧瑟这边的话上了一下墙也连带了一波折仙 哦呦,这里没速度呀 是 哎,安妮 应该是 稍见 稍微 嗯,好好好 稍见 极为稍见 我们刚刚说时局冲八次 嗯,这就是那两次是吧 对 不过对于他来说的话 队友紫电还是处在零跑的位置的 而且身后的折仙的话也是跳秒 挺快的啊 四 四零小吗 要跑一九吗 四零小的成绩一一九肯定不出问题 看一下 就先这个弯道过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断空更晚了一点 他这个跑法有问题啊 这个节奏 嗯 哦,断空断倒了 一八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一九小有了 是,里面 横过来 点谦绪 没有意外 因为 原济还是很快的 但是他的过弯真的拉得很慢呀 哇,这个节奏感 啊,点甩 节奏起来了 断空下来以后 最后一个弯道 十九秒三二 感受一下吧 这就是点老板的领跑 这跑出自新了 那这个成绩对他来说是随手啊 阿尼 被咱俩赛前一顿输出 这局拿了个八分 不过对于伊萨来说的话 目前还是领先一分 领先一分 十九点三 快 真够用啊 学的也很快啊 其实你有想到吗 因为这个车间 一直都是安逆的王图啊 嗯 选择选择 子巅跑起来了 是 这就是新选手带来的魅力吗 学东西是真快 而且上限真高 上限,对 那你说这个上限的问题 上限真的是要场下努力了 嗯 但你场上能够把这个上限打出来 这个确实也要看起比赛天赋 嗯 每个人的比赛天赋 也都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对 不是说你场上跑不快 你就没有比赛天赋 嗯 比如说像 呃 折线这个选手 对 他如果说真的能够把自己的 整体的能力 再提升一节的话 再保持这种稳定的状态 其实是很强的 对你看 你跑得再快又怎么样 9分啊 我均分9分啊 没问题啊 就无关乎你跑得多快 嗯 我反正也持后追加成 我就能够跟上 对 而且能够很稳定的得分 只能说确实是方向 哦 无效益啊这个点 是 好好 哦 资金一下逆星 哇 两圈ECO都出了问题 没错 来吧 看一下第二张图 是由杰瑟选择到的 王图赤城红叶 08.56 连这个成绩 这局 得提一提了 这一局 定个小目标 先整个07 嗯 这个会不会太远了 先先把小目标 先把起步给抓 是 起步出来 我觉得07 是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位置好 对 就是看你们第一个侧身 比肖色快了 然后卡在他前面 那起步 两个都是右侧 再右侧 卡住了 卡住了 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次 今天子连的起步 感觉很棒啊 但是这边有点摇摆啊 嗯 肖色这个起步 感觉就不太棒了 嗯 而且过来之后的话 好强 是 在阿妮这个缝隙给他找到了 哇 哲仙这个点 后边二人交涉这里 哎呦 两个人直接都过不去啊 子连还是别和哲仙去动手了 我觉得 嗯 虽然说同是新人 但他比你大一届啊 他可是你的学长 看一下哲仙的后追 跟车肯定是不成问题 车接过来 跟个9分 我觉得 而且拉近距离了 拉近了0.1 嗯 他现在还有一分的容错率 嗯 前面ECO 哦 这个入完很快啊 0.2 这哲仙王图啊 不想下来碰 但是影响到了阿妮的路线 没错 而且阿妮的话 目前也是落后到了0.7秒 对于哲仙来说的话 这个距离完全够不成任何的威胁 真的开始折人了呀哲仙 那前面点飘 细节不好说 十一分到手 而且后面阿妮跟子连双跳秒 啊 三分 反超了两分 是的 哇 这个哲仙 先是把子连给整上墙 然后开始在中后半段开始做细节 想要上去 我觉得后头真的很猛 很快 阿妮应该感受到了 0.4 追到了0.2 然后一个弯道 那个弯道不知道是阿妮自己脱飘 还是真的被哲仙的内线给切到了 嗯 选手现在在跑足的过程当中 大概率不会看小地图 对吧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会有一个小小的泡沫头像 没错 在他的底下 对 所以说如果说刚刚那种情况下 折仙追的够快 阿妮是能看到的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刚才阿妮被影响到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小泡沫头像出现之后 阿妮意识到了那一瞬间 给了一个投票 快速没点出来 应该不会是内线直接切 因为 切不到 对 不会细节差那么多 嗯 不过折仙这个后追是真可以啊 单看这个08.4的成绩肯定不快啊 就这个成绩要算快的话呢 紫巅这个也能重 但是 你再想想这个08.47中间 后追上来的呀 对你是卡的一个人上墙的 卡到两人 再去影响到另一个人 对 而且像他的队友萧瑟的话 在那一波卡位当中和紫巅一直啊 在三四位徘徊 但是最后也是跟到了一个第二的位次 萧瑟这是被阿妮送上墙的 是 对 但很快 哲仙就 报仇了 那这个点 想要甩脱了 甩脱了 甩脱了 ECU 这边又脱 对 这个ECU也是没放出来啊 这应该是无效益吧 没点到 他后面有一段小仇刺 工地 哈雷特 哲仙 稳得住吗 我就怕他第一个弯刀股票 不用怕 你断空飘下来实在感觉路线歪的 你拉个顺侧 瞬间落地拉个顺侧就能过 我那天还去试了一下 这个技巧 因为本来看了感觉挺难的嘛 嗯 他那个抓的那个timing太多 对 但其实是你落地之后 有调整中间 调整一下是可以的 看了折线两次 第二次是没调整过来的 没断这次 没断 嗯 因为旧塔一旦哈雷特 没变得直线 稳稳地跑 而肖仙的话也一起来到了第二 哦 今天是JCR想要速通啊 阿妮和泽天两个人的位置是有点尴尬的 让阿妮来追 起步直接双顶跑 接下来就看哲仙的顶跑稳定性了 嗯 这局他能跑个三二五都说他稳 说实话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是比较稳定的 小瑟这边想要来挡一下阿妮这边也是守住自己的路线 看一下小瑟能防多久 撞墙过来 小碰 那还是只能拼细节 以CU示范两根对我看到 WCWW 那接下来没去玩到 阿妮还是过不去的 哲仙已经稳了一圈了 这个一直在看他的操作 是真稳啊 很稳 真的稳 阿妮已经反超了 是 他的飘移跟停顿可能会比较久 但是在驾驶哈利勒的情况下 跑一个三二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对的 然后把他给控住 而肖仙目前的话距离阿妮也是比较接近的 只有子电一个人是在2秒4 但这个连续弯道可不看车啊 这里 我第七没满 没满气直接弹着过来 这很帅啊 很灵性 这些老街工地是练成的呀 而且阿妮还歪了一下 那哲仙最后一个弯道 不会被重刺一反超 可以直接拿下第一 1分3 12秒85 真的够稳 恭喜哲仙 很够用了 二连抽 虽然说这一局只拿了1分 1分 同时下着哈雷特情况下并不算赚 但是 从局势上来讲 首先哲仙状态很在线 嗯 其次的话就是 这个顶先的分数现在已经来到了3分 你犹豫了 你犹豫了一下 你犹豫了一下 确实这一张图 折先稳定充现 我觉得是值得夸奖的一点 但是 但是 他是哈雷特 是 只赢1分绝对不赚 但从状态上来看绝对赚 是 但如果说你炎君能有这状态你更赚 嗯 炎君够像 因为刚才你看到阿妮的后追 真快 追起来 压力不大 说实话1分真不赚 但是现在 好就好在有3分的优势 对 如果说一start 直接把哈雷特给打 那我觉得对这一项来说是好事 能接受的 因为打了四五张图中打了一个平分 那后面的话大家看心态 对 而且看这张图阿妮的发挥的话呢 萧瑟能够在前面对他进行一定的干扰 但是卡不住他 最后还是把他放过去了 而且 当阿妮形成反跳之后的话 萧瑟就有点难碰到阿妮了 因为阿妮那个细节 对 怎么追啊 阿妮最恐怖的不是他的名号能力 是他的这个后追能力 就特别是你在solo当中 他能完全的展现给你看 是 所以 他现在已经无关乎 有起步能不能杀得出去这个问题了 他已经在杀不出去的那几个赛季被练出来了 就一个是突围能力 一个又是自己后追的这个极限能力 而这两个就完全是建立在可能有的时候 自己的起步没有那么的占优势的情况下 能够被魔力出来的 就先二连冲啊 萧瑟这边也是直接甩上墙 这里整形是拖飘了 哦 四散拖飘 他那个痕迹没断掉 急了 不然的话 必超 其实那个点只要跟住的话 有数字也能超 0.5吧 差不多 方路下海 那这对于这下来说是能接受的 是 而紫巅的话也是驾驶到了哈雷特 阿诺这个记录不保 是 紫巅职业生涯的第一张记录 看一下能不能够跑出来 提前巴莱赫系 哦那他有点害怕 说实话真不怕 因为你哈雷特呀 是而且能够冲出去 只要你会跑 会肯定会 但是我觉得颠甩这张图 颠甩都说出来了 对吧 还怕什么呢 怕甩吗 看吧 反正15的哈雷特来说真的是信守年来 第一个拖了哈 我觉得后面至少还要再拖一下 相信 全是相信 前面 第二甩小拖这不算拖 小拖不算拖 小拖不算拖 那前面落地的弹翼 没问题 没问题 路线很好 而且速度跌码了 对那多蹭一下多延续一下 是 那最大的一个难点来了 是 哦硬帅 是 但是后面这三位选手的话 同样也是跟得很接近的 因为有后阶也可以吃 是 嗯 这个也不算 那不算是甩尾的拖飘吗 对 好吧 还是有 而且肖瑟这一把跟得很好啊 前面这个点 哎 贝安你碰了一下 哎落地也快速又没点出来 前面最后一个甩尾 保守了一点 是的 断空下来 确实 差点啊 最后一分16秒56完成充现 那这一局三分刚刚好 打平 打平 这一局三分的分叉 GCR这边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紫电这把失误真的不少 嗯 他的小窗口 嗯 小窗口看的细节 其实并不能看太多 就唯独能看得到的就是 破票 破票的问题 嗯 但其实 他的应该很多个境界的 慢中快出 都挺多 嗯 而且路线都不好 所以导致你跑个16钟 不然你怎么想 那两个失误都不可能 要路线 主要 领跑啊 其实对于新人来说 考验确实比较大 领跑比后追要紧张一点 那是 因为有的时候 尤其在 很多选手在后追的时候 都会谈到一点说 感觉像是被人领着跑 会激发引钱呢 对 带着跑 那这个贺席已经能够到下次了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有这样的局 让颠甩打出这样的赛道 对 这个局面确实是可遇不可求 你想想 滑落下海 让你有机会去打突一样哈雷特 而且就你一样哈雷特 对啊 但这一局三分比分全部追平 从你开始 是的 接下来的话 是由JCR来选突 这一局跟赤神红叶真有点像 就打着局间看不开啥 然后最后一冲线 没三分 那你看今天都是谁冲的线 都是双方的二号位 这个拖开0.3 哇 角色本来弹出来了 被安妮碰了这一下 直接再拖一下 而这边折线的话也是甩上墙 少点了一下走剑 这个没拐过来 急速航天城 不会 这阿斯基真的凭一几之力 把这张冷冰图给打润了 是啊 是是 今天一直在见啊 不会就此开启齐速航天城 的一波热潮吧 已经开启了 这周既是挑战赛还挺应景 嗯 对 这一天进几次了 没错 四次了 今天两场比赛四次了 那起步 第一个弯道非常想 都求我了一点 紫电想要外绕队 但没偷出来 简单你想要抢一个第一 但 起开消瘦 哲心还是很稳的 那对于紫电来讲 这个 这个节奏还是需要去变化一下的 身高于机甲 暗训模组真的没有那么快 嗯 而落地之后的话 折仙的路线也是有一定的磕碰 阿妮反超来到第一 这边现在 都慢中快出 去卡位也有优势 而且细节也不差啥 这个应该不能叫慢中快出 暴力吗 对 他也不如是暴力 最远古的那种 对吧 就是你把慢中 去 把慢 慢跟快去掉 那不就是快速出玩吗 对 那比快出到更快 这也 那起个地方 应该那个是暴力吗 嗯 不好起不好起 对 最后阿妮完成中线 04.4 但是这局是 1.02 1分 1分 嗯 现在来到142开始领先了 领先1分 对 焦主 很焦主 现在5局打完就有一分的分差 嗯 这下这个任督恩麦真的 打完DG之后打通啊 所有人的这个压力全部都释然了 但是我觉得对于下来说的话 其实今天尤其像是 他们绝对的一号位阿妮 其实今天她的表现 没有说状态特别特别好 总得轮轮修嘛 对吧 今天轮一下修 让紫甸发挥发挥 而且又不是什么太关键的局 主要加起来充限率有60%就行 应该现在5局相当于一撒冲三局 加起来60% 刚好 这对于他们来讲 整个团队的节奏是刚好 只不说G32在分场比赛打的确实不错 嗯 折仙若是能爆发的话 其实萧瑟你让他去稳个分 没问题 没问题的 怎么15都没问题 对啊 状态再不好都没问题 而且其实今天能够感觉 折仙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 这一手稳定一抬头一看又是9分 是啊 但今天梅嘎黑 他今天均分已经是10分了 现在 有 哎好像啊 近时差一个 对近时 因为打了5局 他冲了2局 然后2局9分 嗯 看一下那一局是多少分 也是9分 3个9分 那差一点点 9点9 嗯 再冲折线 就刚好 那有的时候不要太云吧 确实 9点9也挺好看 嗯 但是你真要比稳的话 萧瑟今天真真比折仙稳啊 5局4个9 感冒了 但是对于萧瑟来说的话 其实因为目前缺分对吧 要是能够有个冲线的话 那不就持平了啊 嗯 那折仙这个断空 呃 这一局其实不管是折仙还是紫颠啊 这节奏上都有那么一点问题 相较于70挑战赛 这张图 两辆车的节奏差距还是蛮大的 挡了一下吧 应该挡到了 嗯 但复位很快 不复位的话 折仙是一定过不去的 下一局G32来选雪山 今天2的选途也比较明牌 雪山这张图萧瑟充现能力是极强的 折仙是不管局势有多乱 他一定能保护好自己 所以这张图团队王图 是啊 销色是不管对手是谁 他都能重现 对 都具备这个重现能力 细节很稳 这张图 而且他后绝也比其他图还快很多 哪怕出不去 其实这张图挺难追的 但你看这个起步位置吧 我感觉销色出去了呀 只要双侧出喷 双侧出喷没问题 他第一个弯道 出喷没问题就出了呀 是 已经甩过来了 而且G32有机会双金跑 他前面这个弯道 要直接上对抗 紫甸还是能够守一下自己的第二位的 对的 那这也是紫甸的王图啊 嗯 这不会跑两个双十六吧 那应该不太可能 双十七 但是哲仙这把的话 反而有点落后了 是 没事 九分是他的领域 但是紫甸这边的话也是拖了 阿妮顺势反超 这张图决战之一嘛 也是阿妮的王图 嗯 这张图不算难 大家就看谁的充限能力更强 那你现在一看 萧瑟的觉得王图先选出来 那确实 哎 单喷 是的 这速度慢很多啊 放紫甸过 紫甸也上来 直线点了一下刹车 特地速度上 现在有了这个火育东西之后啊 跑跑都不一样 哎 提前下去 那这个淡气延续 有人先下车 看一下紫甸的速度吧 已经来到了1秒以外了 1.2 1.3 1.4 1.5 果然出了一点问题 而萧瑟这张图是真的不一样 留一个喷 WCW整体的节奏就很稳定 就完成线 7秒35 嗯 哎 两分 是 反超 反超了1分 现在 这一次要领先1分 6张图了 感觉今天这个 有个大胆的想法 嗯 七局结束 啊哈 然后你这个太大胆了 下一局一四二来选 选一个 我刚才想脱口的出现一下 但是再想一想 不行 那可能这 有可能没加赛 这冰坡用完了 所以说不可能 稳分的话双决战 对 所以想到了决战海滨 而且孙悟空现在在加赛里面的困难赛道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 嗯 嗯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海滨之眼选出来 上孙悟空 上孙悟空 得上 那就不选海滨之眼 对吧 对吧 你也猜啊 两边万尼这个车 稍微让了 没关系啊 我觉得 怎么去用车也不会影响后面的选途 因为能用得上孙悟空的 在困难赛道里面就一张霍比特 嗯 对 然后霍比特这张图现在 奥迪娜也在 霍比特应该是搬掉了 那更不用担心了呀 上孙悟空 能用孙悟空的有吗 都能用 你要说硬说都能用 那还真硬呢 确实啊 这个孙悟空你可以直接打出来 但直接打出来大海滨之眼嘛 那萧瑟冲线来了呀 哎 看吧 也正是因为这个冲线是吧 已经领先一分了 这俩一号位真的 虽持弹道 折仙真稳啊 又添一个九分 确实 只是 萧瑟也四个九 折仙也四个九 但是相当于下一张图 萧瑟再从个线 然后折仙拿十分 他俩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 结束了 他一直打选什么图吧 还有点难 因为你要拿三分 嗯 三分 其实双跳秒 对 就是跟赤城红叶 还有花楼夏也是一样的 对 就正好 这边子电的话也是被影响了一下啊 所以不好抢啊 哦 熔炉决斗场 这个真冷门赛道了 嗯 而且这张图的话子电也是没有成绩的 场上四两孙悟空 再这张图给打出来 这张图折仙手啊 上个赛季一张图新图嘛 那这张图为什么要选出来呢 那咱们就不得知了 这得他们内部人员才知道 那我觉得这张图你有再多的细节领悟 其实位置性还是蛮大的 嗯 你说调分吗 倒不至于调分啊 那 我是指充剑没有办法把握 那如果说不至于调分的话 那他们就冲着加菜去了 嗯 就当科隆大堂打是吗 对 起步虽然说子电这张图没有成绩啊 但是起步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切到了内刀 而且一撒现在双进跑 哦 这个ECU小心了 哎呀 啊你 两个人都歪了 啊你不会 但熔瑟这边的速度损失也很大 那这么看下来 啊你更转 畢竟熔瑟目前还是2点0秒 对 一见0怎么追啊 他这个别卡快速啊 诶 说实话 呃 先别恭喜啊 59.5 没有什么机会了其实 因为大家跑的都少 所以这张图你真要跑出来 这个成绩没那么容易 对 那子电回荣西后面跟还是能跟一跟的 反超这个记录不太可能 就跟个十分呗 对 过来之后恭喜子电迎来出现 挺快的 看一下 萧瑟这边的话是8分 3分 哇真差点啊 你这么说 一个掉队的就有可能导致比赛直接结束了 是的 那伊斯拉反超2分 嗯 进入加赛 G32来选第8张赛道 天空击乘 这子电今天不重现则一重现就来个比较快的成绩啊 两次重现都 对啊 四次 三次 一局车间 超过车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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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海 花海 这个决斗场 花海稍微慢了一点 就跟记录跟个十分嘛 嗯 嗯 七场多打完 你聊 G32落后养分 在这一想 嗯 这万一哪天 KZ真的 不法包的下来选择王国 就是什么不办的情况下 前面给他跑个哈利特纳去追一追 跑个腰五啊 那不得 我觉得腰五 阿诺跑应该真的轻松松 他计时肯定是轻松 你这么一看 我觉得实战也会很轻松 因为现在花海国服都已经十三年级 嗯 机甲吧 那肯定有哈利特呀 我意思是天行上 哈哈哈 天行我觉得阿诺那个就是极限了 就最极限了 对 十九点一吧 哇 这安妮复位到上面了 是 他应该也是头一回复 然后提速快了一点 小瑟这边直接走了个下车 而且还有磕碰 还跳起来 这真是下车 卡快速了 哇 这里又复位 对 这边这个断空断太早了 这张图真有意外性 哎呀 第八张图就上每周 哈雷特 小瑟 但如果真赢分了 然后伊斯大选图 那不结束了吗 但技嘉也够用 哈雷特你除非打天空之城 可能什么图都 都有奥运纳去跟呢 但是你跟呢 他们太多 跟而已啊 先看这宇美洲吧 来个球鸣山呀 起步就出去了呀 是 看一下先看能赢多少分 我觉得先看能不能赢分 小瑟斯是想要获记录的 单喷 这是哈雷特的一个球稳跑法 是的 紫巾后边稳稳的跟住 先留一个E 安妮这一局能跟个多少呢 大胆猜测跟个十分 十分肯定没问题 还有后面有一个充C 看一下这边交了 A子巅 13.6秒 看一下阿妮前面这个点 甩给过来 小瑟没有问题 而阿妮那边的话也 应该到的直线 那看小瑟 第二个阶段没问题 那这个阶段感觉有了呀 这边 有了 顺华快出 08 看后面的细节 其实是反超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嗯 但这个弯出的有点拖了 那还是有点难啊 是的 通在这个09.03 哈雷特来了都直摇头 确实快 太坚挺了 那看一下后边 紫巅这边的一个充件成绩 5 6 3分 1局3分 反超1分 然后伊斯大选途 嗯 秋明山 而且还有一辆哈雷特 对 在阿妮的手里吧 在阿妮的手里 哇这个真的乱呀 秋明山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锁死了呀 秋明山加云之星啊 然后 这下就双云之 嗯 如果伊斯大选问你 那搞不好还得来个第十局呢 嗯 虽然有点难 太不现实了 我觉得 三辆眼睛之星更个三个十分 我不信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你从车的角度来讲 也许是 999 也许是 888 999结束了呀 哦是哦 除非阿妮蒂重现十分 莫说他一分 那那那十九九九没问题 看选什么吧 我觉得秋明山这张图 锁死 包锁死 塔雷特发挥 确实是最出色的 嗯 但是 前面的几个难点 比如管道的那个难点 那个难点 我觉得对于他们 这一种级别的选手来说 不成问题啊 时代变了呀 嗯 真的时代变了 今天特别是看到 风仔跟千迅的那把春风山 确实 那个管道过的细节 两个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 千迅就小撞了一下 出弯的时候 嗯 落地撞了一下都不胜撞 你真不撞的话 那你零九了呀 一百五十一比一百五 加赛的第九局 是的 这局比赛也是大家都比想上十分啊 均分 E star来选图 紫甸这是 出弯出快了 直接一个撞死 安妮这个出弯也是快了 但是好在啊哈影响到了哲仙 哎 这个影响还挺大 对 选什么 选什么 天空之城 嗯 这张图 哎 紫甸上了一首 时序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一次他真有可能赢 对啊 我觉得这种时序拿的 有点冒险 这个哈雷特说实话我觉得 也冒险 但我觉得这张图比球迷山好稳 真的吗 阿尼记录啊 05.5 是这么说 选择自己更有自信的赛道是可以的 嗯 哇这个第一个弯 起步 又逼了个E吗 紫甸 回来之后的话 现在E star双领跑 但是萧瑟跟着距离比较接近的 是 看一下 而且那边想要应急紫甸呀 我挡了一下 直接复位了 而且来到了第四 那 那紫甸被哲仙这个点直接反超了 但我没说 啊 你还有的说 还想挤开 不好讲啊 哎你别说还真别说 哲仙现在来到了第一名 而且E star两位选手很有可能就来到一起 而且你想 你想过哲仙 有点难 哲仙是这么好过的吗 前面断空下来 而且哲仙还有一个冲刺一一的呀 哎 没了 哲仙没有了 现在是萧瑟和紫甸都剩一个 是 看哲仙前面能不能稳住这个第一名吧 有点难啊 嗯 阿妮有机会实现反超的 但是你想过哲仙真的得过吗 最后一个关到 直接内线反超过来的自有点翻 萧瑟也上来了 好 JCR 军篮下了 2V 通过这局天空之城 JCR的 对呀双0跑啊 而且本来就顶先1分 我反串了一下 我反串了这一下 我以为E star刚刚是领先1分 然后天空之城是JCR选出来的 你知道吗 稳稳的赢 我这解说了一半给我反串了 兄弟 这个天空之城 最后是领先了2分 结束了2V 没关系 他们没蒙就行 嗯 嗯 这为 JCR肯定是没蒙 嗯 我觉得E star这俩选出来这图有点蒙的 多少有点的 阿妮那点为什么下来那么快啊 这个真的没太高 主要是天空之城 嗯 虽然说哈雷顿能出去 嗯 但因为正常 正常车的ECU 两个冲刺翼 带来的优势是很大 是啊 对 因为哈雷特的第二个ECU 你带来的收益 其实并不大 相当于你后面基本上 就少了一个E在跑 嗯 而且 在这一局当中 四名选手 他们的跟车 都是跟得非常接近的 嗯 所以在最后 那一个小的甲班上 能够看到三名选手 几座一团 但是最终的话 是JCR的两名选手 实现了双双的冲线 那么也是恭喜JCR 恭喜JCR 先拿2v2第一大分 这个剧本你敢想 本来上一局比赛 上一场比赛 我看了那个第十 第九局的反亚 选出来 但是我还疑惑了一下 我在想是不是千询 跟逆星选错了 但是我在仔细一想 嗯 其实他们只有反亚能选 为什么 因为当时你要再选个墨高窟 选个镇压 呃 其实 我们当时考虑的是秋名山 秋名山 秋名山跑完了呀 七步矿山 七步矿山吗 对啊 意外性最大一场赛道 因为其他图里面的RSC 都危险很大 七步矿山 但就一切交给造化了呀 但是逆星好像这个赛地图没跑过 嗯 基本没怎么打过 对说不定这一张图被他遗忘了 这如果说不是真的天山的王图 你这个时候突然拿出来 感觉有点冒险 然后反亚 情绪也稳 逆星如果说自己也OK的话 那就没问题 反亚是没问题 但这一张天空之城 就不能像上一场比赛那样想 这个天空之城 不管从车的角度去想 就只有从车的角度去想 对 就是真的不如秋名山 确实不如 那我觉得这也好 上一课 因为这一场比赛 对于Star来说 重要性没那么的大 嗯 而且赛前来看压力也不会很大 嗯 不过而且也像是我们讲到的哈 JCR可能他们是以一个更加轻松放松的状态去迎战 反而也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一个胜利 对 就像我们说的 有些队伍啊 先打和后打差别是很大的 确实 你先打JCR 那这个赛季确实是转 安妮这边没弹出来 最后这个对抗其实也没问题 但是不管你对抗下来 对抗不下来 萧瑟也不会上来了 嗯 MVP给谁 折仙 一锤定音 今天第二个一锤定音 双86分嘛 嗯 折仙最后一局是他冲的线 对冲线多 然后在比赛局间对于对手的影响也非常大 是 恭喜折仙成为本轮2个人入赛的MVP 那这个道具 本来在赛前我们看